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中美唯一彼此物流运输的公司 我们请到的是大威国际贸易公司的龚建勇董事长 大威贸易公司是全美国集合电商和技术集成合作的一个新型公司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龚建勇 龚董和物流这个行业 从事30余年专家中的专家 我们请到龚建勇 龚董 请龚董为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打个招呼 谢谢 大家好 非常高兴来到优势的节目 谢谢你们的邀请 也希望利用今天的机会跟大家跟主持人做一个交流 好的 非常好 谢谢龚董 那我就问一下 此下最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中国上海lockdown 全球有部分地区都lockdown 特别东亚 中国现在有28个省份软性封城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龚董 对于产业物流 现在到底有什么挑战 如何因应呢 上海封城封闭的状况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民生问题 而不是说简单的医疗问题 这民生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供应链的短缺 和供应链的问题造成民生的疾苦 当物流不顺畅 供应链就不顺畅 供应链不顺畅 经济生活和民生就不顺畅 就会带来甚至带来危机 而且从我们这个属于在一线 直接参与这些操作的从业者来说 我们感受到了这两年的巨大的变化 成本增加 交通受阻 人员短缺 各种各样的政治政策和管理 直接造成了供应链的一种半瘫痪状况 或者是成本高级 造成了很多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 比如说通货膨胀 比如说货物短缺 我们现在正常的一些研发都不能按照原来的正常状况下进行 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有些事情没有发生 有些事情来得快 比如说上海 谁也没想到上海在半个月前还在开始抢购食品的时候 从政府媒体都在宣传说物资充足不要抢 要有信心 到现在大家听到的是一片抱怨或者批评甚至哭号 因为在上海很多地区 物流供应链受抗疫的封锁的影响 封城的影响 无法正常进行 造成我们的民生的疾苦 对的 的确非常不容易 特别是产业物流 你们有困难 我们消费者就要付更多的钱来买东西 所以真希望你们物流能够畅通 我们就能够买到平价的食物 那进一点 进一步我要挑战一下 既然特别过去一年 卡口的费用涨了十倍 那这种在你物流上面 你做一个专家如何因应呢 或降低这物流的成本 或者你吸收还是能够加价给我们这些消费者呢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的能够运用的手段 技术手段非常少 物流的主要组成的从业者 无非就是船公司 就是海运公司 航空公司 卡车公司 还有仓库 这些是他们物流从业者 他们的成本无法降低的情况下 他们的技术没有直接的突破 这些都是传统的行业 在技术上无法像高科技那样突破的情况下 自然造成成本的高企 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生产成本的增加 但是生产成本的增加还是第二位的 特别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物流成本的增加 就像主持人你刚才讲的 我们的运输成本增加了接近十倍 特别是海运费 从两年多前的一个四十式集装箱 从中国基本港到美国西安的基本港 从一千多元到后面的一万五千元 甚至一万八千元 到东岸有两万多元美元一个集装箱 这是增加了十倍甚至十几倍的状况 这些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基础的消费品 无论是从建筑材料 你去Home Depot买东西 这是大家感觉的很强烈 影响我们的不只是Home Depot 而是我们的房屋的建筑材料也贵了 以前我们建一尺房子 假设需要150块 现在光材料费已经涨了一大部分 我们现在可能需要250块300块 这直接造成了房价的高起 另外一方面造成物资的短缺 物资的短缺 我们在生活中见到最多的是一些缺货的状况 比如说汽车 汽车是因为芯片 芯片是因为疫情的供应链发生问题 那不只是物流的问题 造成这二手车的价钱 高起 就是缺货的表现 因此在基础的生活当中 特别是那些低价值的消费产品当中 物流的成本占的比例就越大 造成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影响也最大 因此我们非常遗憾 回答您的问题 如果在技术没有大的突破 政策没有更多的改变的情况下 物流的成本只会高起 而直接造成我们的生活的产品的成本高起 果然是物流的专家 公董 直接地点出时下的问题 供应链 交通链 还有整个人事的结构性的问题 并不容易解决 好 谢谢你 特别点出上海lockdown 对我们美国的影响 我们来问时下的另一组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恶务战争了 特别恶务战争 俄罗斯跟乌克兰 小麦 玉米 化学原料 晶片的 矿产 石油 Commodity的大国 对于全球供应链物流 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问题也是很时髦的问题 而且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补充一下刚才关于全球供应链 我们的成本增加的问题 中国的抗议从深圳港口lockdown 后来是宁波受影响 现在是上海港口受影响 阳山 不只是阳山 只有上海整个的所有的港口受影响 据到昨天不准确的数据 在我们的业内的数据 应该在上海有超过60万条集装箱 积压在那里没有出来 这个影响波及就非常大 第一个是物资出不来 这是很直接的 第二个造成成业者的困惑 前一段时间 洛杉矶 因为中国的货来的特别多 因为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制造大国 尽管中美贸易战在进行当中 但是中国往美国出口的产品 总量是没有大幅的减低的 但是中国往美国出口的产品 在疫情之后 中国作为最早恢复生产的国家 经济恢复生产的国家 生产能力急剧上升 对 这样大量的货物进入到美国 进入到美国造成港口的堵塞 好 前一段时间是美国港口堵塞 现在如果去看洛杉矶和旧金山 是一种制泄的状况 一方面是港口的效率提不高 提高不了 造成一种制泄 但另一方面 卡车司机从业者有一种很大的忧愁和阴云 因为现在货又出不来了 这会造成除了产品进不来 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受到影响 前段时间大家都去高价买车 买车价 现在货又进不来 货为什么进不来 光上海就压了60万个集装箱 60万个集装箱 占了上海一年才1000多万 60万占的比例非常大 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造成这种积压 所以说下面的影响就像存纳一样 整个疫情的影响都是一个延迟 那这个延迟到我们美国的时候 除了货物少之外 还有我们的从业者也会造成相关行业的一种萧条 是 所以这种是疫情通胀 也是一种疫情的堵塞 物流的堵塞 对 是疫情影响的很好 所以我们再加上恶物战争 那工统如何处理 那难上加难 特别是打仗越打越大越长拉越长 到底对物流有没有影响 目前看来这是和吉祥阳主持人讲的 这是个雪上加霜 在这个疫情当中 难上加难雪上加霜 俄乌战争在打了50来天了 50来天里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要在军事上发生了变化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更重要的 工资财经 财经 军事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是让大家跌眼镜的 但是让大家更担忧的是 俄国和乌克兰对欧洲的供应 它们都是原料 能源和粮食 出口大国 这样对欧洲是直接的冲击 对美国的冲击还没有那么大 但是会有刺激冲击 刺激冲击是因为能源是全球化的 能源是全的 粮食是全球化的战略物资 另外一个就是这里的政治原因 因为对俄国的制裁会波及到各产业的行为 像美国600家企业 西方600家著名企业从俄国撤出 这就是一个经济的重大的冲击 影响银行 金融业 企业 还有技术封锁 还有贸易的阻碍 这种封锁都会影响 除非影响经济 另外对供应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不只是东西进不进得去的问题 因为全球化是互相供应互相提供产品和原料 这样的焦虑就没了 焦虑就没了 直接就会影响这样的供应链的这种 造成供应链的危机 供应链的危机影响生产的正常运行 如果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以中美物流为主 中美贸易为主的 那会不会影响中国 目前表面上看不出来那么大 俄乌战争 但是大家心里都在想 这个政治原因会搏击 因为有所谓的这种连带惩罚 金运和一些政治操纵下的这种经济行为 比如说像当初的华为中心的问题 会不会再出现 这取决于中国在俄乌战争 中国政府在俄乌战争中的战队问题 态度问题和跟西方的这种互动协调问题 我回答您的问题会有影响 只不过这个影响大家都在揣测 这只鞋什么时候扔下来 会扔成什么样子 会有多大的动静 非常精辟的看法 特别虽然是谈的是物流经济 但是你又要有政治家的评断跟评估 能够好好的善用物流 而且要有一点点非常难处理的预测问题 所以果然是专家 谢谢龚董 既然我们讲到政治了 第二组问题 我想问一下龚董 有关于过去从2018年到现在 中美贸易冲突的问题了 对我们美国跟中国的物流 有什么影响 如何因应呢 俄乌战争是现在最热的话题 整整四年前 俄乌战争是三月底发生 今年三月底 俄国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直接以闪电战断方式打击乌克兰 这现在已经是50多天了 刚才提到 那整整四年前 在2018年的三月 三月四月 三月份 当时的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当时的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开始以301条款的方式 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来问责 就是代表我们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转向 中美关系 中美经贸关系从那里开始恶化 中美政治关系也因为经贸关系走得越走越远 这个整整是四年 这四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最大的头两年是在多方几轮谈判 对吧 光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就是在20个会议 在当年的2018年12月底的布宜洛萨伊丽丝的20个会议 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共识 然后次年6月在大阪的欧萨卡的20个集团会议 又达成一个共识 这里面双方的代表团 无论是刘鹤也好 还是美国的商务部长 财务政部长 作为的美方代表团到中国的互相访问 每两个月的互访和谈判 都是在努力的解决双方的冲突 努力的推迟和减缓 双方特别是中方在努力的推迟和延迟 这种矛盾的升级和这种冲击的到来 大家看得很清楚 所以说在头到2000年1月份的时候 中美终于在白宫 刘鹤副总理 当时刘鹤副总理和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中美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协议 算告一段落 这就是两年 经过两年的努力 但是很不幸2000年1月份之后 疫情又开始了 世界进入另一场大战 从贸易战又转到抗议战 现在从抗议战又转到俄乌和北约之间的这种热战 我们经历了三战 中美之间的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贸易 经贸战 到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抗议战 到现在的军事上的热战 这里头这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在后面的中美的关系 中美的物流的关系 贸易的关系都受到了重大的影响 受了政策影响 这个成本高企 回答您的问题 这个成本主要被美国的消费者承担了 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之一 其次由中国的制造商和出口商承担了 我想不能说一半一半 美国的消费者承担了大头 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接受高估价 中国企业也受到很多的打击 虽然总的出口没有减少多少 但是很多行业 很多出口企业受到冲击 你知道中国是三架马车 出口是一个主要的拖动经济发展的马车 无论是从政府到民间 从经济到政界 都非常重视这架马车的正常的运行 和它的健康状况 中美贸易又是中国对外出口的一个主要对象 因此离不开中美的关系 离不开中美贸易 因此在这两年的 说到现在应该是四年 四年的这种博弈当中 双方都没有赢价 从我的个人的判断 美国在这方面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惩罚的效果 中方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相当的损失 不过这个贸易战会不会继续进行下去 这是我们一直在观察 特朗普总统虽然离开了白宫 但是拜登总统采取不同的策略 但是他的国际贸易代表戴琪女士 对中国采取的手段还是基本上原用了特朗普时期的这种贸易政策 还是以惩罚性关税为主建立贸易壁垒 不过他更跟着拜登行政当局的策略 更注重与欧盟和盟友之间的这种互动 如果说这个问题会不会继续恶化 我很难在这时候做出个清晰的判定 因为这里头牵扯到它都是政治关系 而且牵扯到我们两个制度之间的差异 美国的这个策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透明 和比较能够揣摩的 至于中国这边的状况 有它的制度问题 也有民族主义情绪问题 也有实际的国情问题 那我们就比较难判断它用出什么招 和用什么方式来跟美国做下一轮的博弈 不管怎么讲 现在我们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中美贸易战会往哪方面走 是继续沿用已经不太奏效的关税 来增加大家的成本 还是用其他的技术和金融的手段 来往下进行 我们有待观察 果然是非常难处理的问题 如果两个政府官员都很难处理的话 我们这些做生意的 果然是在负中显中求 所以工董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你可不可以简单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你是如何因应这种很难揣摩的两个国家的政府 如何因应你的物流管理呢 我们做的方向是以中美为主 但是我们是以国际贸易的物流为主 但是也兼顾非中美之间的物流 也兼顾美国境内的物流 举个例子 现在电商发展得很快 e-commerce logistic 就是电商物流也应运而生 所以电商物流会造成一些新的业界的生态 你不能说它的这些服务是新的 但是它的生态是新的 举个例子 海外仓的概念 海外仓其实就是原来的仓库的仓处的服务 但是用来专门服务于来做跨境电商的这些厂家 或者说出口商 在美国境内的这些货物的存放和派送 电商物流是跟我们的疫情直接相关 因为大家都lockdown或者说避免正常的大规模的群聚 这样促成了亚马逊的宅购物 网上购物 虚拟的东西 但是我生活不能虚拟 你吃穿用都要实体 因此商业化 原来的零售业受到巨大的冲击 但是在另一方面 硬币的另一面 造成了这种网上购物的爆发性的增长 网上购物的发展完全依托于电商物流的支撑 因为网上购物很容易 那平台也很容易 因为那个都不是没有任何技术门槛 很容易写出一个门后网站的软件 平台软件 也很容易去开在网上开个店 现在各种 不只是Amazon 有Wayfair 有Shin 有境外的 有美国的各种各样的网上电商 蓬勃发展 而且大家也不但是年轻人 中年人甚至现在是一些老年人 也适应了的网上购物 那网上购物的最大的支撑 刚才我提到了 就是电商物流 那作为在电商物流 电商物流就是两点 除了供应链 跨境的供应链和本地生产的供应链物流之外 更重要的是仓库 仓储和配售的发展 那不只是FedEx UPS这种传统DHL TNT这种传统的快递打扰在进行 而进行这些服务 那是包裹类的服务 那现在原来作为贸易行业的这些卡车公司 林弹卡车公司都参加了 进入到这种电商的配送服务 那我们的仓库 我们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个新的状态 就刚才业态 就是大家都去做电商 很多人去做电商的仓库 做海外仓 做卡车配送 造成了我们新的业态 这些业态是我们一个生存的 也算一个契机 很多人本来是受了冲击 但是我们不想餐馆 餐馆一下就被lock down 那我们这个行业 很多人去转方向 在这个疫情当中 不但大部分企业没有受到影响冲击 反而在这个疫情期间成长起来 而且还有更多的生意做 在更大的发展 不过这个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 这是刚才我讲了一个电商这一块 第二块我们这个物流企业 是在我们的物流企业 我觉得物流企业很广了 从航空公司到船公司 那航空公司船公司 一方面受抗疫的防疫的影响 港口停工的影响 港口lock down的影响 无法动 但另一方面 他们有自己的垄断优势 我先从carry讲起 carry它有垄断优势 它可以加钱 因为大家必须需要这些战略物资 必须需要这些生活用品 必须需要这些原料和成品 所以说他们可以加钱 所以说就造成我们刚才提到的 刚才提到的海运费几倍 十几倍的增长 空运费几倍的增长 这样对海运业者来说 是去年这两年应该是一个盈利之年 我们这些大家都听到 长荣的船在苏伊士一挡 一罚就是十个亿 但至于后面浇灭掉十个亿 那是次要的 但是从这个数字来说 老百姓就知道 它一定很有钱 赚大钱 赚大钱 要不一罚就罚十个亿 就是这样 航空公司航空业 客运也受到重创 但是货运业也受到影响 不过货运业也做了很多补充 特别是对空运这个行业的话 港口lockdown会给空运带来更多的生意 原来空运只是用高价值的产品 比如说是晶片 高科技产品 服装 时装 还有一些高负价值的产品 那现在 因为海运不畅 那很多传统的 传统的 不走空运的物品 也现在会走空运 所以说空运戒 空运戒 我前瞻 还是有不错的 还是有生存 至于传统的货代 我们这个行业里头 我刚才讲了 carrier 空运海域 还有卡车 卡车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卡车现在是主要的动力 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而且现在还稀缺 卡车稀缺的话 我多说一句 美国特别缺 除了缺车 缺车头 缺车架 而且还缺司机 司机缺工 各方面的原因 也是综合影响 有疫情的影响 有退休 司机的影响 有供应链的影响 因为车子 在中国造的 车厢车架 都运不进来了 所以说卡车的生意 还是会 整体来说 还是不错 在carrier层面 从国际 货代 货代层面 我们这行业里的中间 就像旅行社 跟航空公司的关系 就是货代层面 货代层面 他们会受一定的冲击 因为船公司 航空公司 他们有钱赚了 他们掌握了 从原来的买方市场 变成了卖方市场 就像东西 原来是旅行社 带着客户的流量 是买方 航空公司会去照顾他们 会照顾他们 因为他们是客户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因为一仓难求 一仓难求的情况下 变成卖方市场 卖方市场的话 那货代行业 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大家航空公司 船公司就不算太需要你的存在 他自己就来控制他的仓位了 这会货代行业会受影响 对于仓储行业 整体来说 还是一个兴旺的状况 像电商物流造成的 仓储行业就带成了 仓储物流的行业 仓储房地产的行业 所以说做仓库房地产的 这些同业者 那也是一个福音 除了residential 就是居民住房 价格不断攀升 仓库的价格也不断攀升 你这样举个例子 在洛杉矶的仓库的租金和卖价 在过去这一年 涨了百分之十几 这一年涨了百分之十几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 那这个行业 就是仓储物流的行业 也会增长 这是我们的行业的这个 基本状况 给您做一个报告 谢谢 谢谢 非常的精辟 果然是 在危机当中 我们物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 而且又有这么优秀的管理人员 赚钱 还赚得更多了 我们来问一下 工董的第四组问题 你是中美物流运输的专家中的专家 两个国家的文化 你当然是最清楚 我们如何美国向我们中国 学习他们的管理文化 中国如何学习美国的物流管理文化 这一点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放得很大 文化问题不只是反射在物流 而是反射到经济 反射到政治 反射到双方的文化的交往 各国之间的交往 文化造成各个地区 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特色 从现代物流讲 中国能向美国和西方学的比较多 因为现代物流源自于西方 比如说集装箱的运输 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 改变了整个的运输状态 统一关税 就是以前的Gate 后来的WTO 统一关税税则 也是西方制造出来的规则 在现在的像一些管理技术 物流的管理技术 比如说日本的GIT 日本也算 在经济上也算西方了 也是我们是物流管理的一种 一种很先进的技术 一种管理的方式 我们这里头物流这方面 牵扯到技术和管理方式 我觉得中国向西方可以学的 从整个的管理理念 科学化 技术的现代化 自动化 智能化 整个协调运作的 从政策层面管理的 社会化和系统化的问题 我道补一点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30多年了 我到美国已经做了30年 在中国我做过船东 做船东的经营 就是管船管飞机 其实飞机我也管过 但主要以船运为主 是船东 国际海运 也在贸书会做过 促进中美的贸易 不止中美 中国和海外的贸易的发展 到美国来 我又开了第一家 大陆人在这边开的美国报关行 在这边也做了很多 这接近30年的货贷 报关 仓储 到发展到现在的电商物流 在整个的从业当中 我发现中美之间在不断的交流 中国不断的学习西方 西方在向中国不断的输出 除当初的资金技术之外 还有些很多管理理念 我觉得中国的物流行业 从西方学了很多 从货贷制度 到清官 报关的制度 这些的改 中国政府对这些行业的规范的改变 也都是代表着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也亲自的参与到整个的学习和改变的过程当中 有幸成为其中的议员 我觉得在里面也做了参与 也做了一点点贡献 中国在发展起来之后 也有很多值得 美国也发现 中国人学得很快 而且他的管理模式出来 甚至技术模式出来 也有更大的效率 我觉得美国看中国的发展 一个是高速发展 这高速发展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向西方开门的 没有保守的 在技术层面和管理方式的层面的学习 同时中国又利用自己的文化和它的制度 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管理制度 对员工的 对劳资的管理比较高效 比较高效和比较有序 这样造成的 我们看到的hyperductivity 中国的物流行业的hyperductivity 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来自于技术的 用最新的 大胆的用最新的 举个例子港口 对 1990年代初的时候 我参与了把奥克兰拆下来的吊机 TOPKRIN就是集装箱吊机 拆下来往哪里走 不是当废铁 是运到中国 运到中国 运到中国的二线港口 当做很好的机器 很先键的机器去用 美国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奥克兰的机器 但是现在这些年 我们做的那是九十年代 在二十年之后 我们参与把中国大陆生产的港机 吊机运到奥克兰来 这二十年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以前说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东 就不到三十年 二十年 也就二十年已经翻过来了 看我们的海湾大桥 整个的钢结构 是我们中国做的 上海整化机械 你看我们的奥克兰港 看长滩港 看我们美国的很多港口的港机 也是中国的 中国制造 这个就是二十年的大的变化 这里头有没有值得学习的 有 这个值得学习的 就是我们的技术 生产能力 制造能力的快速提升 质量的快速提升 这里面牵扯到 两方面 刚才我讲了 第一个是开放的技术 大胆的实用 不莫守成规 因为还是刚才以 Bay Bridge 海湾大桥为例 海湾大桥为什么建这么久 一方面是美国西方精益求精 质量优先 一层一层的合规监管 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技术上比较保守 在施工上更保守 在施工团队的管理上就更更不止是保守了 应该说是有点落后了 那美国的港口的管理也是相当落后的 特别是在劳资上 我不能说工会一定是怎么怎么样阻碍 对美国的发展 经济说阻碍 但是起码现在工会已经成为一个美国高速发展的 一个拖后腿的一个 一个一种势力 特别是港口 港口的这个工会 其他的工会呢 那我们就不讲了 纺织工会 钢铁工会把这个行业制线工程 这个行业都拖垮了 那港口呢 是不能牵扯 不能搬走的 不能搬到东南亚 不能搬到中国去的 它还是要在生存 所以港口工会在这里头 是坚如磐石 就低头蛇在这里 但是呢 这里面的这个 因为这个制度原因 所以工会是其中的一个制线 那今年又是要续约了 这个西岸这些长谈也好 洛杉矶港 奥克兰港 九金山港 斯雅图港 这些西岸都要重新谈合约了 下面面临着 面临着未来的几个月 又面临着一些未知数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雪伤加霜 这又是一个雪伤加霜的 对我们这个供应链 就是雪伤加霜的一个打击 继续谈 美国还可以向中国学什么东西 刚才的话 就是讲老资管理这方面可以有些 当然了 是在讲究人权和讲究人性化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这样呢 免得我们的工作效率的成本太高 我们的港口工人成本是非常高的 他们的收入是 连这些硅谷的一些马龙都会 吃惊的 大家想不到 所以说作为一个蓝领 blue color的job 他拿那么高的薪水 但是产出那么低 是我们中国工人的上百倍的这种薪水 那这自然就会影响他的生产效率 和他的运营成本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文化 文化 西方的经济 文化 中方的文化 中方讲究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和统一协调 在大型的管理当中 在照顾人权和人性化的同时 应该有这种大型的和这种集体主义的这种文化理念的这种精神的输出 这点我们不论是来自中港台的人都懂 这个方面我们美国这方面有因为讲究个人主义嘛 所以说做的还不够足够 所以说他效率呢 他虽然有很多高科技 他很多很好的管理理念和效率 但是呢 他没有发挥出来 这是要向中国学习的这方面 所以说从技术的大胆使用 施工方案的大胆推进 当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还有这个劳资的关系 和这个劳工团队里的这些精神文化的 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培养方面 我觉得美国企业可以 物流企业可以向中国企业学习很多东西 太好了 太深入的非常精辟的看法 硬体上面 中国事实上大胆应用高科技 当然无人化的港口 软体上面 大中华 甚至东方的鲁家 公劳资的和谐 社会集体主义的观念 塑造了现在中国经济的不断进步 非常好 谢谢龚董 非常好 我自己都受益良多 最后一个问题 等于是一个bonus问题 对我们电视机朋友 特别我们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 甚至一点五代 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到美国来受教育工作的一点五代 他们现在想创业的话 甚至想进入运输物流行业的话 请问龚董对这些第二代 一点五代 你有什么创业的建议吗 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物流的范围 实际上是一个生命见证 是一个从育儿教育到career path career counseling 还有就职和事业的发展 这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方面我尽量去跟您分享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作为移民来到美国新大陆 美国是一个充满生机 给空间巨大 物质资源 环境资源 和文化 文化这种氛围 都适合移民 适合创业 适合个人的成功 这里头就牵扯到三个要点 第一个是移民来怎么落地和发挥 我们讲了这是一个好的新大陆 我们应该来这个地方环境 第二个 作为移民的第二代 怎么样去发挥自己的优势 第三个 年轻人如何创业 这是三个题目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把它绑在一起 长话短说 就是说 谈一战五代和第二代 第一代我们的分斗就不用讲了 我们在这里分斗 一战五代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代人 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交界当中 一个交界当中 他们既能够讲中文也能够讲英文 琉璃的中文 琉璃的英文 了解 很了解中国文化 因为父母都是自己都是在中国出生的 所以说非常了解 主父母在这种家庭 家庭氛围 然后他有小学同学 一般都有小学同学在中国 幼儿园小学都在中国读的 一般的一战五代 我们的定义是在这里来上小学留学生 来上初中高中的这一代人 因此他们的语言 文化的主要特点是语言 他们的语言之关就过了 因为在初中之前 十三岁 十四岁之前来到美国 他们的英文就会比较好 因为十三十四岁之前 语言这个学习能力 还属于这种旺盛的状态 所以说他们说话也没有口音 不像我们的第一代说英文有口音 说话没有口音 而且他们有一定的阅读量 因为一定的 对美国的社会环境 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也有相对的了解 这一代人 所以说他们是在边缘上 这个边缘不是被边缘化的边缘 而是说它两边都站 是一个交接线 是一个桥梁 所以说边缘有另外一个词 是有点不太宝义的 但是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宝义的边缘 它是在两边都站 一边一只脚 因此他们面临的挑战也多 机会也多 因为挑战它牵扯着一个彻底的转型 因为它从一个华中国人 无论是他现在在美国是做什么样的 受什么样的教育 做什么样的工作 他的背景来自于中国 因此他的文化 语言 教育和生活 还有些观念都是中国的 他要改变过去 这个是比较难的 比如说他还是喜欢吃中餐 对 喜欢吃中餐 喜欢跟家人 跟父母亲热 喜欢用中文交谈 用中文交谈 朋友也会讲中文的朋友 他要转到美国社会里去 这是一个挑战 他要解决这些问题 他跟第二代完全就不一样 因为他要从一边踩到另外一边 重心移动的问题 这是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挑战之下机会更多 因为特别是在做各种行业的时候 他可以有多文化比较 他会有种比较的方法来看待问题和研究 他既有我们传统教育的一种死基因背 快速 高效 他也有在美国受的教育的这种独立思考 和创新 创造 他们在重心转业当中 也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来用两种方法来印证 他就职中的这种困难和生活中的问题 特别是在职场的问题 那从我的想法来讲 这个1.5代的机会更多 因为他们会中文的语言 会了解中国的一些 从父母身上了解他的一些文化 一些文化里头包括beenness practice做事的方式 人际交往做事的方式 那他这里就是比较能了解 甚至直接就进入代入 因此他们在从事中美之间的 就跨国界的跨境的这些贸易交流 技术交流和物流这种交往来说 他们是有天生的优势的 它是个plus 一个语言的plus 文化的plus 如果在这边加入我们这行业 我们是非常欢迎这种人的 因为我们做中美之间的贸易也好 货运也好 中方的成业者虽然他们会讲英文 但是中方的客人 中方的那些进出口商 那些从业者 他们还是希望准确快速的交流 用中文来讲 尽管他们会写英文邮件 新闻文书 但是那个也是他们的second language 而且也不是那么到位 也不是那么精准 所以说这个语言是第一的 又是第二个做事的方式 这里的人如果他是1.5代 他会理解中方的客户也好 同行也好 或者说winder也好 供应商也好 他们的需求的那种表达方式 那种急迫性 或者是那种着急的心理 或者说他那种push的心理 你比较容易理解 如果是在美国人他就接受不了 why do you push me so hard 这种情况就会避免 这是他们的很大的优势 所以说做这种交流 特别是我们这个物流行业 我们很欢迎这种1.5代的人来加入我们这个行业 二代 我的Advice应该更 他们已经完成了重心的转变 他们已经是一个ABC 他们从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做事方式 他们完全接受了美国的这一套习惯 所以说他们没有勾 要跨 没有challenge 但是他们比当地的美国人进入跨境的行业 还是有好处 因为哪怕他即使是第二代 但多多少少受他的父辈的影响 多多少少受寻根的影响 多多少少受他的面容的影响 他会去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兴趣 有这种去了解 去学习的 或者甚至去接触 去理解 甚至去合作的这种愿望 因为他有天生的愿望 他有这种动力 因为他知道他在美国 比尔也把他看作 American born Chinese 对吧 所以说他也带着这个印记 因此他也有这个动力 我们进入这个行业 我们也是欢迎的 因为即使他们不会讲中文 但是他到我们这个环境当中 他想学习 他很快就学会中文 他回去之后 他跟他的父母 跟他的兄弟姐妹 跟他的亲戚 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 他就会很exciting 我们这里我们每年招很多实习生 这些实习生除了从德国来 法国来 我们也招很多从中国大陆来 和当地的ABC的这些学生 他们到这里的学中文 是一种主动的动力 所以说他们的父母也很高兴 他们在我们这个公司环境里头 因为我们有一半以上 都是讲中文的人 他们有个很好的语言环境 而且他们有跟上海 北京 天津 大连 青岛 深圳 厦门 广州这些港口打交道 他们对这些地方也就熟悉了 所以说他对这些 不论是各种文化 广东的饮食文化 北京的金片子文化 上海的海派文化 他们也都会感兴趣 对吧 这样他们有机会 肯定也会去旅游 他如果进入到我们这个行业 他们非常高兴能够借着我们这个机会 来去学中文 来去了解中国文化 来解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政治更多 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觉得这1.5代 和2代 2.0代都很适合于做这种跨界的交流 也很适合于做我们这个行 关于创业这部分 创业这部分 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土壤 土壤好 空气好 这个环境好 这指创业的精神 还指我们这边的环境 比如说VC 对吧 安德这种金融的环境 可以有母乳来滋养他们 还有一个 美国人的这种鼓励 标新利益 鼓励否定 老套 创新 这个是很好的环境 特别是我们的湾区 在加州 特别是我们的湾区 作为硅谷 是个美国的高科技中心 同时也是创新中心 当然了也是我们的创业的一个最好的环境 浮育出无数的高科技企业 也浮育出无数的新式的 不只是高科技 而且是新式的这种模式 这种商业模式 在我们这行业里面 在各个行业里都有 在浮育 浮化出这些独角兽的这种企业 像我们这行业里头 就有一个Flexport 它就是一个传统的货代行业 跟我们一模一样 但是它借助高科技的这种环境 用高科技的方式 技术的方式 像您主持人刚才问的 怎么样去提高 怎么样改变 他们就是努力的用这种信息化 这种网络化 和这种统一的整体的这种技术的方式 来解决传统物流和贸易当中 出现的各个环节的资讯数据信息 和这种各方面的各方面的协调问题 还有文件问题 那他们就是一个创新 这是举了一个例子 倒是没有其他的特别原因 就是说各个行业在硅谷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创新的 那在中国大陆出现了那些高科技企业 或者那些创新的方式 其实很多都是从硅谷回到中国的 我在这三十年中也见到很多这样的企业 也参与了一些企业的这种浮化和这种变迁 回到中国大陆 所以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原地 对我们华人的二代 1.5代也好 2代也好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势 我们聪明 勤奋 而且又能吃苦 加上我们这种文化的优势 我相信我们的1.5代 2代会在这里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太好了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今天是不是听到一个非常物流管理的饗宴呢 特别最后的一题 对我们的1.5代的小孩子 第二代的小孩子 充满了激情的建议 希望你从这个节目当中得到非常的多 我本身就学习很多了 谢谢Peter Gong 我们大贸 大威贸易的总裁 CEO到我们节目来 畅谈现在时下物流 还有运输的一切问题 你真的要将这个节目 可能不仅要看一次 你要看两次 而且介绍你的朋友 一起来观赏 再一次的 谢谢我们龚董 那我们今天得到太多了 再一次的谢谢你 收看我们财经趋势 专家面对面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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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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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